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祢帮助我们培养稳定如今的生活 喜爱打开圣经 聆听祢的话语 相信真理会带领我们一生度蒙福 感谢主 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明而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 你们曾经丢失过贵重的物品和宠物吗 你们当时感觉如何 真的很难过 不是吗 另一方面 如果你贵重的物品和宠物被行回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你一定会感到高兴 一定会加倍更好的照顾该物品和宠物 以免再次失去 今天列王记下22章里 事而复得 到底失去的是什么 复得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 列王记下22章 我们是从18节 我们来先读一段的经文 第18节 然而猜测你们来求问 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至于你所听见的话 第19节 就是听见我指着之地 和其上的基民所要说 使之地变为方场 明受咒诅的话 你便心里进步 在我面前自卑 撕裂衣服向我哭泣 因此我应以了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第二十节 我必使你平平安安的 归到坟墓 到你列祖那里 我要降以至地的一切灾祸 你也不知亲眼看见 我就回复王去了 这二十节的经文里面 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讲到了耶稣 他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正的事 就是在第一和第二节 第三到第二十节 是讲到了耶稣 行正的事 这正的事包括了什么 就包括了第一 修理圣殿 第二听立法书的话 第三就是祷告 蒙印印 耶和华的殿正在修建的时候 大祭司 希勒家找到了摩西五经 立法书的发现 使与耶稣 王在神面前唯一的犹大王 想要修复耶和华的殿 当他被告知 立法书已经收回时 耶稣 听了其中的内容 心情复杂 他就伤心酷弃 撕裂一副 因为他知道 他祖先和他的百姓 做了许多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向他们反怒 耶和华必惩罚犹大 降祸与钱犹大 然而当耶和华看到耶稣 真的很后悔 愿意在听到神的话以后 在他面前自悲时 他就喜悦耶稣 因此耶稣 不会经历和看见耶和华 对犹大的一切审判 耶稣在位期间 带领犹大人 归向耶和华 遵行耶和华的诫命 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阅读和 聆听神的话语 是如此容易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 社交媒体 在各个教会中敬拜 然而 你还在读神的话语吗 你是不是诚心诚意 思想神的话 并了解 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现在你正在听读经运动反思 他的话语是否赤着你的罪 你会悔改 归向耶和华吗 这章的经文提醒了我们 耶稣的一生 证明神的话语必成就 先知的意愿也必成就 所以我们要信神的话 先知的话 立法书的话 弟兄姐妹们 来吧 在日常的生活中 阅读神的话语 并遵守神的命令 上帝会保守 看顾你 我们来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 感谢你的同在 给我们这一本圣经 求圣灵带领我们 鼓励我们读经 相信神的话语 和真理设唯一的指南 带领我们往蒙福的方向 感谢主 阿们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